在过去 当人们谈到通古拉老海这块土地的时候 首先想到的是干旱不适合种植的荒地 但是今天 借助现代科学技术 通过不断改良土壤 使得105茉莉香米能够在这片土地上种植 这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最优秀的大米品种之一 105茉莉香米只能在通古拉老海地区种植 这为该地区的农民带来幸福的生活 并为该地区赢得鱼米之香的美誉 政大集团对105茉莉香米水稻品种非常重视 一直和各级政府机构共同研究和开发 以产出质量最好的泰国茉莉香米 并提高产能将其出口到全世界 政大集团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洁癖认证标准 向农民传授正确的种植方法 方才取得今日之成绩 目前已经通过洁癖认证的项目包括 1. 选地 2. 备种 3. 土地整理 4. 合理施肥 5. 定时护理 6. 收割 7. 水分烘干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105茉莉香米 更高的产量和更优的质量 今天泰国农民面临的最大风险是 市场不稳定和价格波动 政大集团通过提供良好的价格 保障采购量以减少农民的风险 增加农民的信金 这也是政大集团发起JP Plus系统的初衷 农民的稻谷按照标准的方法收割后 将通过系统的质量检查 我们的质量控制人员 将抽样检查稻米的水分含量 杂质 开裂 抛光等 根据稻谷质量同农民确定采购价格 只有符合政大集团收购标准的稻谷 才能进入大米加工环节 政大集团确保参加项目的农民 能够获得公道的价格 通常来说 政大集团提供给农民的收购价格 要高于市场价 因为农民种植的都是优良品种的墨利香米 同时按照JP标准种植 产品质量得到保障 农民因此获得稳定的收入 生活得到不断改善 质检和收购完成后 稻谷将进入正大集团国际一流的大米加工厂 北加工城带庄大米 加工厂共有五条生产线 采用国际最先进的机器设备和工艺流程 年加工能力166万吨 稻谷北加工城高品质大米 管制政大集团皇族金辉的品牌 成为相遇全球的大米品牌 这也是泰国目前唯一被国际市场认可的最佳的大米品牌 没有泰国农民的参与 政大集团就不可能创造今天的辉煌 我们坚持的宗旨是用心协助农民 希望他们拥有更加美好和稳定的未来 这是对我们的挑战 也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任务 因为稻米就是生命 现在各位了解了皇族金辉大米的故事 让我们同身边的亲人朋友一起分享这个感人的故事 这样也能够帮助泰国农民持续改善他们的生活 让我们共同感恩农民的辛苦劳作 使他们得到应有的尊重 因为他们是这片土地的恩人 是民族的伎粮 要請便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